目標 兩人恍惚擁抱 六老大喜悅之情 溢於言表 因為中國網紅 潔寧歸屢次隔空 挑釁酸嗆 台灣沒有快車 賽車教父 六老大自掏腰包 花五百萬改車 兩個月成功打歸 不要再說 台灣沒有快車的 台灣人很堅強 也很團結 台灣的汽車工業 沒有輸過任何人 對方給了我們 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們打到他的車 因為他是用這台車 所以我們跟他買一台 一模一樣 讓大家沒有話說 老實說壓力很大 真的壓力很大 今天我沒有跑 我太對不起所有人了 實測一結束 中國網紅潔寧歸粉專 被灌爆湧入 紛紛喊話8.72塊捐錢 感謝捐款 對手更偷跑到直播底下留言 用嘴噪8.72 成績不敢拿出來 你要笑死我 再掀一波高潮 根本沒有把你們放在眼裡 我的目標是 北美那個新年紀錄 7秒9 現在我宣布 我姚永節正式付出 而如何測出零四加速 全靠這黑盒子 又稱為車牙 跟手機連線 能以GPS定位呈現 最後成績 就為了去公平 這個是和我們 是公正下去製造的成績 其實已經沒有 沒有一個公信力 因為我們也知道 解決會造假 廖老大也強調 不會止步於此 將力拼突破8.62的亞洲紀錄 台灣 有魔軍 三天新聞 曹盛 江中柏軍 SG小組 台中報導 他都可以進行 選這個 零四四下 的 零四下 零四下